我又这样交叉听了几遍之后 就这样交叉听了几遍我有一些心得 反正就是低音的这个新的耳机线 它的低音就是像是我听的那个有吉他有弹的和弦的 那个木香共振的那个声音 就是那种嗡嗡嗡的那种木香共振的声音 这个新的耳机 这个新的耳机线是听得比较清楚的 旧的耳机线有点像是变成一坨东西 我不知道到底是发 就是耳机线的差别吗 应该就是吧 因为耳机都一样 耳机线有换 这个就是听得出来有差别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就是音量的差别 新的耳机线可能 它有那个新的capacitor 那个是电阻还是电容我不知道 反正可能是电阻变低了 还是有什么东西 让东西变流畅 声音也大了一点点 所以 对音量要调低一点点 大概两三格吧 对 所以还就是微微的差别 还有一个差别呢 还有一个差别呢 就是人声的部分 新的耳机真的是比较突出 就是人唱歌的声音 比较突出 就是我还不知道 1000K吧 1000K 另外一个就是人声的部分 我觉得真的是有比较突出一点点 就是比较高音的部分 比较人声没有到最高音 超高音的部分 但是比较中高音的部分 有比较突出 声音比较大 就曲线稍微有一点改变了 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呢 反正有听得出一点点的差别 人声变得清楚一点 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声音听起来变广了 就是原本的 我以为就是 那个应该是混音的部分 但是经过换了耳机线 好像听起来变广了 就是乐器 感觉旧的耳机线是听起来窄窄的 可能都在你的前方 就是有一个角度 可能前方的位置 但是换了新耳机线 它的乐器怎么跑到旁边去 就怎么声音变得更广了 感觉更 乐器有更边边 就是有一些 它有设计 就是可能有一些 乐器 是可能只有左声道有 有右声道有 那我感觉 那个乐器 更分开了 真的 我不知道 耳机线可以插成 就是 有这样的改变 真的还蛮生气的 我不知道这样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就是改变原本 监听的本质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 算升级吗 还是破坏了我的声音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 换了耳机线吧 那我也没有任何器材可以测试 那 换了耳机线 真的有改变一些东西 那好或不好 就看你要干什么 你要监听的话 我不确定 那个标准到底在哪里 那 如果你只要听音乐的话 我觉得 森林都有比较独立分明出来 然后音量也比较大声 那 就是看 个人聆听体验 对啊 就是 个人喜好 就是 森林这个就是个人喜好 如果你单纯只听音乐的话 个人喜好 所以就是 世人才知道 你到底喜不喜欢 那 还有你听的 曲风啊 还有你的乐器的 就是听的乐器的 那个频率的分配 到底是 反正就是各种啊 就是听耳才知道 你个人喜好 好啦 对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耳机线 超贵耳机线的开箱分享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 订阅 我本来后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YouTube都是开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Guy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